大家好,我是小杜 相信大家当年都看过轰动全球的电影《2012》 在电影中,首先爆发的灾难便是美国黄石火山喷发 场面逼真壮观 导致在那之后好多人都误以为 《玛雅人的2012》就像这部电影里出现的剧情一样 人类迎来了世界末日 不过到了2019年的今天 2012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美国的黄石火山一旦喷发 电影中描述的场景 甚至还完全不能展现其威力的万分之一 黄石火山作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超级火火山 200余万年以来 发生过三次超大规模的爆发 而每次黄石公园火山爆发 都曾引起巨大的灾难 整个美国地区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地震活动 地震需要数周或数月 才能把岩浆上方的岩石震碎 当火山最终爆发时 它的威力将是普通火山喷发的上千倍 火山会喷出至少240立方千米的物质 铺天盖地的火山灰将覆盖全美四分之三的土地 并且在火山口方圆近1万平方公里 形成火山熔岩堆积的山丘 高度可达数千米 这么多的火山灰将是毁灭性的 它可以杀死人 植物 动物 摧毁建筑物和宜平城市 即使是边远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农场被毁 道路和下水道被堵塞 呼吸系统问题恶化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说 黄石火山喷发的几率是0.00014% 比被一颗毁灭文明级的小行星 撞击的几率要低 黄石超级火山喷发如此恐怖的威力 让人不由地联想到了 人类最强悍的武器 核弹 有人脑洞大开了 那么如果引爆一颗核弹在黄石超级火山 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于这种想法 由美国专家研究过并给出答案 得到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 既然要与黄石超级火山相提并论 干脆选择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弹 即5000万吨TNT当量的大一万 假如大一万在地面处引爆 那么将瞬间产生一个直径1533米 深166.4米的巨坑 166米的深度对我们来说是深不见底 但是对于黄石火山深达8000米的岩浆层来说 如同隔靴搔痒 完全无法先挤一丝波澜 那么如果采用大口径钻井设备将重达25吨 长7米直径2米的大一万送到地下呢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当量的地下核实验井挖了两名完工 其深度达1790米 不过哪怕是在这个深度 大一万爆炸所影响的范围最多也就达到地下2400米深左右 8000米深度的岩浆层最多感受到一点震动 还远远达不到喷发的地步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 如果想要触及到黄石火山的岩浆层 起码要在地下6700米处或更深处引发大一万 不过此时由于深度太深 地面甚至不会出现大规模形变或裂隙 最后专家们一致得出结论 一颗大一万核弹无论放在哪都无法炸开黄石火山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的任何攻击都是渺小的 除非地壳主动运动 否则哪怕是大一万也完全无法改变板块构造 所以这场人类威力最大的核弹 以地球超级火山的较量 地球毫无疑问取得了胜利 感谢收看明镜君5 期待